喂 我是教練coach 我們今天來介紹這個 刀妹 沙皇的牌組 在新出的三個英雄裡面 體系比較完整的就是我們的刀妹 那其他兩隻英雄呢 強度沒有刀妹這麼猛 這套牌真的是又秀又猛 可是如果你想要上分的話 我是建議不要玩刀妹啊 雖然是上得了分 但是會很辛苦 因為現在的環境啊 超級多人在抓刀妹了 刀妹怕什麼牌 刀妹怕 狗頭 瑟雷西 殺狗流 這個 然後還有血鬼 布朗姆 立山佐的話是比較還好 我今天打起來呢 遇過兩三場吧沒有輸過 反而是狗頭 每次遇到必輸啊 因為狗頭的就是要屠殺 然後來解任務 那你玩刀妹的話 就會一直叫殺兵跟飛刀給他殺 爽解一波任務啊 我們直接來介紹我們的 新卡伊瑞莉亞 這一套裡面伊瑞莉亞 比較偏向輔助 然後他的體質是332 快速攻擊 召喚跟回合開始的時候 如果我們有攻擊主動權 會生成一個無暇重刃 無暇重刃是一張 一廢的慢速飛刺 打出來後可以 劍舞2 叫兩個飛刀 直接攻擊的 然後搭配我們 第二個英雄 沙皇 沙皇這個英雄就比較 屬於這一套牌的核心 你可以直接在三廢拍出來 那刀妹的話 你不一定要在三廢直接拍出來 大部分的時候 你可以在 你有多餘的費用 可以打無暇重刃 剛好又是攻擊回合的時候 才會打 在功能性上面 刀妹啊 也是在升級之後 才會發揮他的最大價值 還沒升級以前的刀妹 跟還沒升級以前的阿齊爾 比起來 功能性就沒這麼強 刀妹升級之後呢 我們只要攻擊的時候 就可以生成利刃衝擊 可以把伊瑞莉亞 跟一個友軍 調換位置 然後來去保我們的刀妹 或者是進行一個斬殺的動作 那我們阿齊爾 舊牌的話 我們就不多介紹了 反正只要記得 阿齊爾是這一套牌的 核心啦 你起手如果能夠抓到的話 會是最好的 我們這一套牌的第二個核心是 神皇座檯 所以如果你起手 能夠抓到神皇座檯 也不錯 然後再來我們的 五動水滴新卡 一一隱匿 調節 超強 他還有一個額外效果 就是召回的時候 可以再抽一張牌 跟鬼一樣啦 你就可以搭配我們這一套牌裡面的 走圍上側 再二廢強制 把阿齊爾給拉出來 或刀妹 也能夠拿來拉暗影刺客 那麼這套牌裡面還有一個新卡 二廢的一搭一唱 召回一個友軍 然後生成無暇從刃 再來斷帶武者 二廢 二一 出牌叫一個劍五一 接下來 無情獵手 三四三 也是新卡 威鶴 出牌的時候 還可以給敵軍一個弱勢 這一張卡 我是覺得有點做壞了啦 三四三的體質 帶威鶴 已經很可怕了 出牌還送一個弱勢 我們這裡直接來看一下 同地區裡面三廢的牌 哪一個直接可以打出來就三四三 然後還帶威鶴 然後 四廢 劍刃之花 四三三 出牌劍五二 好 一廢的武術學徒 這也是舊卡 但是它是我們的核心 所以要特別介紹 一一 每召喚一個友軍單位 本回合給此牌 加一加一 所以我們這些牌啊 看完了之後你就會發現 這套牌的玩法就是 利用劍五去搭配 神皇座檯 或者是阿祈爾 快速召喚生物 並且用那些小生物去攻擊 能夠快速的幫我們阿祈爾 還有伊瑞莉亞進行升級 基本上T5就能夠升級完成了 那升級完之後呢 阿祈爾召喚友軍的時候 加攻擊力 還有刀妹升級後給的利刃衝擊 以及他們兩個自己本身的 阿美升級的效果 都是能夠快速堆生物 然後幫我們的 英雄快速升級以外 還能夠在堆生物的同時 幫學徒還有靈地雙煞長大 然後去打一個爆發輸出 那我們這套牌裡面放了蠻多召回的 除了剛剛講的一搭一唱啊 還有走圍上策嘛 還有規徒 4FAC召回一個友軍 或地標 然後來召回對方的敵軍或地標 主要這些召回的牌呢 就是讓我們的舞動水滴進行抽卡 還能夠去保護 阿祈爾 伊瑞莉亞 武術學徒 或靈地雙煞 如果想要玩新牌的話 我推薦是可以玩看看這套刀妹 新牌裡面這套我覺得是 唯一能夠勝率超過50的新牌組啊 那如果你真的要上分 像我剛剛說的 就不要玩這套了 太多人在抓這個啦 因為這套牌 你自己玩得很秀 對面會玩得很不爽啊 非常討人厭啦 那我再總結一次喔 如果你要玩這一套的話 我們起手的調度 要留的單卡就是武術學徒 神皇座檯 這兩個有 抓到就可以了 那如果真的沒有的話 抓到阿祈爾也行 然後 可以抓到比較好的combo 就是水滴 配上一些召回法術 打法就是 加減去摸對方的頭 然後 可以做優勢交換的時候 例如對方一個良血的嘛 你就可以拿 221去格擋 千萬不要硬推啊 我們前期只要好好的累積能量 專心的 幫 沙皇還有刀妹進行升級 大概T5T6的時候就可以開始 狂推打爆發 那我們就來進行實戰 因為我比較想要走中速阿 不是 我比較想要走召回 然後 偏快 可以反控一下 然後 這個就可以放滿了 因為你是一個偏中速的 戰士三威 賀代弱士 真的很猛耶 我覺得這張卡 起手我一定是抓 嘴滴啦 然後 學徒 然後坐檯 其他我一律不要 就三張 這三張給我拿到一張 不回過吧 好 有水滴 好 哇 這邊有點 痛苦耶 沒有招回可以用 不太敢下 還是先敲頭 因為如果水滴掛掉的話 我們會沒有抽牌手段 先敲頭啦 兩邊我都有放阿 好 阿 阿祈爾要騎舞了嗎 這邊如果下林地雙煞很 我覺得這裡的話最好的是坐檯 二費的 對到對面的這個控制牌 然後最好有個一些招毀 讓我可以用 下林地雙煞就有點抖 不過他現在已經下怪了 還是得下 我覺得還是得下 還是得下 因為 冰城有一個 冰城有一個很討厭的東西 就是三費全部打一 其實我剛剛應該擋一下會比較好 這樣就比較沒這麼怕三費全部打一了 唉唷 水喔他沒有喔 有點可惜沒有坐檯啊 來坐檯囉 坐檯 唉 阿祈爾 來坐檯一下喔 哇又一個水滴 可能打三吧 他了不起就是雪崩或地標了 先把雪崩逼出來會比較好一點 至少等一下伊瑞莉亞安全了一點 唉唷 殊土同歸不錯 水滴要出 水滴要出發了 水滴出來地標 開炸 好痛痛 好怕怕 喔 賊台哥來了 來了來了 我們要來坐檯一下 看阿祈爾起路 先打坐檯 哇有個殘暴耶 地標倒數是不是 哇你沒廢了 那我這就安心完了 我這裏 刀妹還沒升級嗎 差四張 有點討人厭 這裡的話 玩慢一點應該沒有關係 反正我們有水滴跟招毀 所以這裡先選擇不推吧 可以啦 可以不推啦 有本錢啦 有疏途 有疏途為什麼不可以不推 我覺得可以啊 下個東西 快點下個怪 我要下水滴了 Nice 慢慢轉 慢慢轉欸 等你轉完之後我再把你招毀 喔有料喔 好像很有餒 好像很有料欸 知道你會這樣下午 我應該是要 就這樣吧 就夠了 是直接把 領兵仲裁招回去會比較好嗎 我是覺得是這樣比較好啦 但是如果是用水滴招的話 我怕會吃惡趣味欸 哭啊 要不然用伊瑞莉亞招一下好了 怎麼辦 好啦用伊瑞莉亞招啦 等一下再下個盒再打出來 哇好想用水滴喔 要不要賭 哭啊 好啦 呃 不要賭啦不要賭啦 哭啊 好想用水滴招毀喔 水滴 你為什麼不多一滴血啊 哇 真的很酷欸 真的要衝嗎 哇來不及了 來不及衝來不及衝了 沒事沒事 等一下伊瑞莉亞要開始起舞了 要玩刀了 剛好升級 然後 我再直推 拿到地標的話有救嗎 地標有救嗎 再想一下地標 好像我覺得地標應該0欸 好像我覺得地標應該0欸 好啦打伊瑞莉亞哪次不打 死不了人吧 碎冰剛打過一張了 不是啊 他怎麼可以這樣過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惡趣 呃 不是 悉心鬼哭 因為他 喔 是碎冰 好喔 這裡就推啊 哪次不推 你已經打過一個碎冰了 如果我這裡不推的話 他等一下一下午廢出來 他會再多兩個 總共會多三個 檔點 所以我覺得這裡是要推一下 比較好 然後再換位把他收掉了 推啦 應該收得掉啦 他會漏擋兩隻 剛好嘛 還多一滴 沙冰可以多戳一滴 再想一下喔 他有兩張手牌 這把 這次要不要衝 這次該不該衝啊 我覺得 如果要衝的話 就是把阿奇爾換出來 或者是 把 學徒換出來 衝了啦 幹 剛剛沒有衝 我不能後悔一輩子 衝了 哇 冰杖 好啦好啦 給你葬啦 給你葬啦 哇 我是不是下回合要死人了 應該不會吧 他直接護劍了啦 不護不行了啦 快 護起來 護劍護劍 護了護了 衝了啦 就不相信你那麼多有辦法解 其實應該是要用 應該沒有 有惡趣味嗎 好啦 衝啦衝啦 衝護劍啦 衝啦 賭了啦 哪是不賭 喔 對喔 剛殺兵跟學徒換 會好一點 好啦 贏了贏了贏了 讚讚讚讚讚 喜歡我的影片 按讚訂閱加分享 別忘了打開小鈴鐺喔 大掰